今天我所說的東西跟現在剷雪、落雪完全無關 但是今早要剷雪,還有昨天下的那些是freezing rain 接著就落冰,然後再下雪 弄到整個dryway都是ice,剷的時候很辛苦 但是我今天說的完全不關這件事 為什麼要播這些說呢? 不要只看著我的大頭照片悶到你們 今天說的是一首歌 這首歌我真的可以說是斷章取義的說一下 只是說幾句而已 這首歌就是Casting Crown的City on the Hill 這首歌實在是一些Christian music 我在這裡就不是說什麼基督教這些東西 但是這首歌我要說的東西 那幾句我斷章取義和現在香港人移民的心態都很有關 這首歌就是2011年了 說呢,理論上就是講這個diversity 和我們一起大家做自己擅長的東西 就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信息 但是呢,我這次就用一個所謂是反面的教材 就是如果我們各個 就是有一方面 任何一方面 是堅守著我是適合的 其他的人總之不是我這樣的想法 都是你們錯了 最壞就是 這樣想的人是掌權的話 這次就很大劑 我只是說明 斷章取義用了最後的幾句 One by one Will we run away With our makeup minds To leave it all behind As the light begin to fade in the city on the hill 那實在 這一個phrase City on the hill 是Reagan當時說的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 這個的歷史我不說這麼多了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這麼喜歡香港的 那香港真是City on the hill 因為不單止說它日頭美 它晚上更加美 Skyline很美 買東西真的有便宜 到貴到你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貴的 什麼都有 那吃的東西有什麼都有 風景就一點點 但是如果是看夜景 就真的很美 可以說是City on the hill 但是 這個City on the hill 現在是City on the rocks 這一本書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一九九幾年 或者是很久世紀了 我真的要找回很久以前我買的 看的City on the rocks 實在在它 真的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樣的看法 它真的很有先見之明 另外這一本書 East meets West 還有這個Cousins 這個是Chris Patton 大家如果在香港都知道 Chris Patton是哪個 它也是很有元件的 這兩本書 我也都不說是發生什麼 也都不介紹這兩本書的內容是什麼 大家 你自己去找 如果可以在Amazon 這樣買得到就買了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真的我已經在我那裡看了很久以前 我又想回 因為昨天再聽這首的歌 這首歌應該我沒有記錯 就是2011年 即是十年前 九年多接近十年的歌 但是最生氣的那幾句 就真的跟現在說 是很有一個的反面教材 因為真的有很多說要移民 無論英國好 加拿大好 澳洲好 美國就不要想 逐個逐個 尤其是年輕的就繼續走 老的就不會走 最記得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那一次的移民潮 實在那些人不太想移民 亦都不打算走 總之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就來了加拿大好 如果是老公 就回到香港 那時候這一句說話 太空人這個詞語 由此而生 我有不少在這裡認識的朋友 那些的子女 都在這些太空人的環境長大 是好是不好 你們留言給我吧 如果你是太空人 或者你是太空人的子女 你們寫下留言 因為那時候根本 就沒有心說要離開香港 總之那些小孩在這裡可以讀書 很多就算那些小孩讀完書 大過了 那些小孩都會走回香港 因為香港是謀生 因為香港賺錢 每個人都說是容易 賺的錢是比加拿大多 那這樣就無可厚非 我亦都不會說賺哪一個 或者罵哪一個 所以那時候 尤其是很多的所謂的住家女人 只是想著照顧小孩 讀完中學 讀完大學 三年後 就拿了一個passport 走人 所以完全 說很少是想著什麼文化 總之我的文化就是我的文化 我理得你這麼多 很多現在都還在香港 因為很多現在說要回來的 都是這一班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是每個人的選擇 也可以說 香港也是很多之多彩 但是今次的移民潮 就可能是很不同 人是真是說 One by one will we run away with our make up mines to leave it all behind and the light begins to fade in the city on the hill 那獅子山下 那些燈色是真是好靚的 但是呢 無論燈色是好呢 這個的城市會不會 begins to fade 這個呢 現在繼續看下去 很難說了 因為這一首歌呢 有另一個訊息的 其中有一個和暢的 經常在後面說 come h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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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home 不是以前我們認識的home 這一個也是一個要面對的事實 那是不是這麼灰呢 新年流流說你這麼灰的東西 可以是這麼說 大家看一下現實是怎樣 那所以就現在不可以說 喂 坐幾年移民監 就come home come home 那就算數 現在是不可以的了 如果大家真的要想是移民的呢 就不要存著做太空人 或者坐幾年移民監呢 回來就算數 大家要好好仔細的考慮一下先 才好話想移民了 那今天呢 就是講這麼多 我知道呢 有很多人呢 就未必是很同意我這樣的說法 那大家可以是留言 看看大家的意見是怎樣 listening to my channel